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二副呢就是Depone的这款哈马镜 这款就不用多说了 就是男女老少都可以戴的 它的镜片也很舒服 整个镜架什么 整个位置都特别合我的脸型 我就觉得这眼镜真的是还蛮经典的 这副是我这次回国的时候 陪我爸去眼镜店配老花镜的时候 我看到他眼镜店里面有一个橱窗 放的都是一些偏光的眼镜 偏光的太阳镜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副 因为这个的颜色就是在眼镜里面 还算是蛮出条的 我试戴了一下 当时就觉得这个镜片很舒服 样子也蛮好看的 所以他就买下来了 回来以后仔细看 发现他这个你看 原来他是仿冒Gentle Monster的 但是因为他这个就还蛮舒服的 所以我最近还是蛮经常戴的 因为你看他的整个就是 看不到你的眼睛走在路上 我如果就偷瞄旁边的人 人家也不知道我在看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种镜片就隐蔽性特别好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我目前在用的防晒霜呢 是这三个 这个RMK的是 我是用在脸上的 这是我最近的新欢 我觉得它特别好用 它涂在脸上 吸收得很快 沉默快 而且不会泛白不泛油 跟后续的底砖也不会有搓泥 什么这种现象 而且用的是用一整天下来 它也不会拔干 就特别特别喜欢的 这一款防晒霜 另外的身体上 我是用这两个 理肤全的这两款防晒 然后是Posay的 理肤全的这两款 这个我原来是用在脸上 和身上都用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它用在脸上的话 就不是很 不是很舒服 因为它搓泥搓得很厉害很油 但是这款的防晒效果真的非常好 我以前去马带 去菲律宾 去海边玩 我去潜水晒太阳 游泳一整天下来 一整天就在太阳下暴晒 我涂这个 基本上一整天都没有晒黑晒伤的 我后来试的 就是我临走的那个半天 我就偷懒 就没有想涂这个防晒霜 因为我想我就下水一火火 然后我大概就下水了 十几二十分钟吧 我上来以后马上黑了 整个人黑了一圈啊 我后来半年多 我那黑的颜色都没退下去 就是因为十几二十分钟不差防晒啊 这个这个这个就 人就黑成那样了 所以我这防晒真的是很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呢 这个的是只有三十的那个防晒系数 这个的系数会低一点 但是会比这个五十的稍微清爽一些 不过呢 这个就比较适合你平时逛街啊什么 就在城里面走动的时候 就这个就比较适合你如果去海边啊 或者去游泳啊 就晒的比较厉害的时候用 涂涂防晒霜 我们就是平时的一些硬防晒 也还是要做的 防晒真的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你平时就是穿T恤啊什么 就不要休闲的话 你可以买这种鸭舌这种棒球帽 或者是这样子的 我戴在小熊头上 因为戴我自己头上就头发就乱了 就这样子棒球帽都可以 很多运动品牌都有买这种帽子 或者呢如果你穿衣服就比较天元小清新啊 或者是日系啊 那种风格的话 就可以是这种草边的那种帽子 就戴下就这样子 可以把这个前面卷起来也行 然后放下来都可以 就看你要挡太阳挡怎么样 但是戴起来就是这样的效果 这里呢是我就个人就最喜欢的一颗帽子 它是整个都是布的一颗帽子 如果脏了的话 就把它丢洗地里面去洗就好了 而且它上面的一些这些花纹嘛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还有它的这个盐也很大 我平时呢就是戴它的就特别好戴 因为你看我就随便这样子揉一揉丢在包里面就可以了 要戴的时候就把它打开来 这样 这个前面可以卷起来 或者是放下来都可以 就看你要挡太阳挡多少 就这样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这颗帽子 我这颗帽子是在伊士丹买的 它那边有卖很多那种帽子啊 雨伞啊围巾啊什么这些 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 大家就都可以去看一看 硬防晒特别重要的一样东西呢 就是伞 我平时包里面都会放一把这样子的小伞 比较轻便 它既可以挡太阳 也可以挡雨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雨还比较多的地方 就突然间一阵腰风吹过来一片乌云 然后就哗就下雨来了 然后再一阵风 然后雨又停了 就经常会这样的下一点雨 然后这个伞就可以挡雨 然后也可以挡太阳 我以前用的是这种黄色的啊 还有蓝色这种比较鲜艳的这种颜色 因为我觉得这种夏天嘛 这种颜色会比较好看 你心里比较好 后来我发现 如果你要同时要挡太阳挡得比较坚的话 就是还要用这种黑色的这种伞 因为黑色的伞啊就是 防止外线会挡得就比较厉害的 它这个外面一个套子 然后里面 里面是这种有这种防晒的这种银色的这种涂层的 基本上它就可以挡大的太阳的话 就可以挡个七七八八的 我觉得还蛮好的 我这个伞也没有什么牌子的 就在那个路边的小摊就随便买的 因为我就觉得它这个因为比较轻便 然后又是黑色的就比较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当时就买了 随身放把伞还是非常必要的 夏日除毛的重要性我应该也不用多说了吧 就大家都知道 就如果一抬手 然后就很不好看是不是 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到了夏天以后一定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的手啊脚啊上面就 基本上没有什么汗毛 就还蛮光的 所以我通常就是只会除夜毛这样 我是用这个松下的这款剃毛器 这款我这款机器我已经用了超过有十年了 我不知道这个型号现在还有没有生长 这个我觉得这把剃毛刀特别好用 它就你第一次用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痛 但是你后面的话就 后面再用的话就 不知道习惯了还是麻木了 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痛了 以前我最早开始 我是用那个刮毛的 但是我觉得刮毛不好 就因为它长得很快 一两天就长出来 而且长出来那种刺刺的就特别痒很难受 所以我就开始用这种剃毛的 这个你也不一定要买这个型号 我觉得很多牌子松下 还有菲利普的啊 就是很多牌子都有出这种剃毛刀 就大家可以找自己合适的买就可以了 我觉得就是 也是这个也是我夏天必备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夏天的蚊虫特别多 给大家介绍两个新加坡的很容易买到的一个药膏 一个是叫做青草油 里面是长这样子的 就是颜色比较深的 这种黄绿色的那种液体 它这样的效果还蛮好的 但是它有一个 有个问题就是 你看它这个颜色 它这个颜色是会染在你的皮肤上的 我给它涂一下 你看啊 它是这种黄黄的这种颜色 涂在身上以后 它这个颜色就会留在你的皮肤上 如果你是穿衣服啊 或者是躺在床上不小心蹭到了 这个颜色就会蹭到你的衣服上 蹭到你的床上 所以这个是我特别不喜欢它的一点 拖开这一点不讲 它的止氧效果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个泰国的药膏 在新加坡也是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的 里面是这种绿色的这种膏体 但是它这个绿色就不像刚才那个青草油一样的 会染在身上 它是 你看它涂上去也是这种无色的 你蚊虫叮咬啊 它的止氧效果什么也都特别好 而且它除了你蚊虫叮咬可以涂 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 你有一些磕磕碰碰啊 身上会有一些乌青块啊什么 所以你把这个药膏涂在那些乌青块上面 会削的比较快一点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药膏药水呢 也是我在夏天会常备的两个东西 夏天的香水呢 我最经常用的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爱马仕的菊彩星光 还有一个就是夏娜的19号 菊彩星光的这个 我已经爱了有将近十年了 它是 它不仅是我夏天的最爱 就是我一年四季我都特别喜欢它 它是那种木质香调的 而且它的瓶子你看也特别特别漂亮 这个香水你喷出去也不大容易跟别人撞香 会让你有一种很很舒服很温馨的那种感觉 就像好像住在一个小木屋里面的那种感觉 我就超喜欢这个味道 然后这个19号 19号的这个味道呢 跟菊彩星光优点不大一样 它是有点偏花果香的 但是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花果香也不会很便宜 我不大会形容香味 就是反正也是属于那种 比较清新的这种花果 花果香料吧 除了这两个呢 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香水 不算香水吧 就是这个六省花露水 我没有把它归到那些药膏类 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它的消炎质氧效果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但是它这个味道 我真的是超爱的 就是从小到大用的最多的香水吧 我觉得就 中国的小朋友应该都知道吧 就这个 这味道就是非常经典的 我有的时候没事就会把它拿出来闻一闻 就觉得 好香啊 好舒服啊 为什么夏日必备单品里面 会有围巾和外套呢 因为新加坡虽然很热 但是它所有室内的地方 它都很冷啊 它的空调都开得很足啊 像我这种身上没有什么肉的人 这种一冷一热的那种温差啊 我真的是受不了 就为了防止自己生病啊 所以我的包里通常都会放一条这种大围巾 或者一个这样子的薄的这种小外套 就是我如果一进室内的话 我一定会把这种围巾啊什么 就这样披在身上 哎这围巾太大了 我给你们披一下看一下 这条围巾是那个ZARA的 我觉得颜色还蛮好看的 就挺好搭的 可以把它这样子 呃就整个这样包在身上 或者是呢 你就把它当做围巾这样子 这样围都可以 我觉得这颜色也比较好看 ZARA有很多这种这种围巾 就是属于 我觉得这围巾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 春夏春秋冬是真的拿来保暖用的 夏天也是拿来保暖用的 哈哈哈还有呢 还有就是这件 这件也是我比较经常穿的这个外套 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牌子的 这个牌子现在已经从新加坡测柜了 但是不一定要买这个牌子 就随便你那种开衫什么 就可以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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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穿的 就主要是一个保暖的这种功能 就在这里顺便提醒一下来新加坡玩的小朋友们 就如果你们要来啊 你不要以为新加坡就真的是穿短裤短裤 你还是要稍微戴一件长袖的 以防你万一一冷一热 生病啊什么 这样子总是不好的 对吧 你玩得也不开心对吧 夏天嘛肯定要去游泳了 一件好的游泳衣嘛 就是非常必要的 我现在呢 最经常穿的一个游泳衣呢 就是这个牌子 Arena澳洲的这个牌子 我就没办法上升了 给大家看 就我给它穿在这个小熊身上 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玩具 就只有这只小熊穿的不是很合适 大家凑合看一下这个样子 就是 上身是这样子的 然后下面 下面一个裤衩有这样的 就下半身就是 也是也是这样一个滑色的 然后它还有一条 有一条这个小短裤 如果你觉得 一上一下这两件太少的布料的话 你可以这个小裤子也再穿一条 小裤子你也可以去海边的话 也可以单独穿 我觉得挺实惠的一个样子 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牌子呢 就是这个 Speedle的这个 游泳衣 还有比基尼 我觉得它们的面料啊 做工啊 还有一些细节方面 都做的特别好 你看它这些边缘 这些地方都有做这些防滑的 这些硅胶贴 我就觉得它这种好东西就是 它所有的细节都会给你注意到 像我以前也有买淘宝上的那些比基尼 像这种 就是它的 呃 它的样子嘛 可能也还可以 然后但是 它的整个面料啊 做工啊 质量就跟这些比就差很多了 我这种可能我穿个一次两次 我就不会再穿了 但是这个我就是会 一直穿下去 我这件从2011年买到现在 我就一直有在穿 它质量很好都没有坏 就一点一点什么脱线啊什么的 就是变坏的那种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 你游泳衣嘛 如果你要长期穿的话 就是你还是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这种 最后这一个呢 是一个运动的一个频道 就是里面是有一男一女两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他们两个人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频道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 一整套一整套的完整的运动 你可以跟着他做 就因为我这个人还算是蛮好动的一个人 我到了夏天我一定会做一些运动的 虽然我不是那种可以坚持说 我固定一个礼拜做个 两到三次的运动啊或者怎么样 或者我固定跑步 跑多长时间 我没有办法给自己固定的 但是我多少都会做一点运动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做下来 我觉得就是效果还蛮好的一个 一项一个频道 它里面是有 它主要是那个H-I-I-T HIT的这个项目 它就是短间隔高强度的一个运动 中间就比如说你做平板支撑 20秒的平板支撑 然后你再休息10秒钟 再做20秒的平板支撑 这样子连续做8组 然后再接着下一个运动 这样下一个动作这样子 就是它可以让你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迅速尽快的提高你的体能 提高你的心肺功能 还有减脂和增肌啊 都是效果都还蛮好的 所以我就个人还是蛮推荐这个的 但是这个的强度会稍微有点大 你如果之前是完全没有任何运动基础的话 你直接上来这个 你肯定会有点吃不消的 你可能会要先做一段时间的 那个什么蒸多烟啊 或者是你跑步跑一段时间 就让自己的身体 就是知道你自己要开始运动了 所以然后你再开始这个的话 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困难 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还是蛮推荐给大家的 好了 我的10个夏日必备单品 就这些都已经说完了 你们别忘了去看另外8位YouTuber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